想到雨都都會想到基隆 但是從上個月二十七號開始 到昨天為止 宜蘭已經連續下了二十三天的雨 比起基隆還要多兩天 尤其今天呢 宜蘭的雨還在持續的下 北部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一定都很想知道 這場雨到底何時會停 我們要告訴你 還要再等兩天 但是呢 目前菲律賓西方的海面 有一個熱帶性的低氣壓 最快在今天會增強為颱風 雖然對臺灣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外圍雲系會讓中南部的地區 降雨的機率增加 而因為呢 連日的雨勢呢 臺鐵的南澳站中呢 卻有鐵軌內出現了裂縫 因此呢 一度呢 只能單線雙向通車 至少有九班的列車受到了影響 猜想趁著雨勢轉小出門走走 臺鐵又發聲搬車延誤 宜蘭南澳站站內 其中一根鋼軌出現裂縫 使得南澳站到漢本站上午七點多起 一度只能以西線單線雙向通行 直到十點才排除 好險大雨沒來攪局 讓搶修順利進行 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從十一月二十七號到十二月十九號 宜蘭已經連下二十三天雨 打破了宜蘭站的側站紀錄 到底太陽何時會露面 可能還要再等等 菲律賓附近有個熱帶性低氣壓 最快在今天會增強為 今年第二十三號颱風科羅旺 雖然對我們沒有直接影響 但外圍環流也會讓水氣增加 今天除了北部東半部及恆春半島 持續有雨之外 南部中部山區也有下雨機會 基隆北海岸東北部及大臺北山區 也會有局部大雨發生機率 出門還是帶把傘比較放心 華日新聞 張正惠 彭冠林 補欣宇 宜蘭報導